台湾的母子 听说三星当地有间勇夺第一届 创意葱油饼竞赛冠军的葱油饼店 怎么可能 你说小三 你到尾 这老板和老板娘居然有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得到情报的我怎么能够错过呢 听附近的婆婆妈妈说 这就是有名的葱油饼 这是老板 你好 这是老板娘 你好 我们现在已经迫不及待 就来试吃一下葱油饼 可以吗 老板 可以 它外面很酥 里面却很软又很多汁 加上三星葱 还有培根 可是是软软的 吃不太出来是什么 非常好吃 但是我听说一件更害人听闻的事情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那就是听说他们有小三 OK 你有小三对吗 你别说 你别说 老板娘有小三对吗 你说 老板大声喊冤 他说这小三 其实就藏在葱油饼里面 仔细一看 这葱油饼里面 除了葱跟培根外 还有一个白色的配料 到底是什么 快点啊 快点走啊 你在做什么 好 来 你现在要拿一个面团起来 我要做葱油饼 按这个手 饼皮抹上盐巴 再放上鲜美多汁 香气十足的三星葱和培根 最后再放上神秘主角 小山 就是麻糬啦 这样又甜又黏的葱油饼 就完成了 做起来它就是黏黏的 吃起来又甜甜的 它就像外面的小山一样 老板娘当年为了参加葱油饼比赛 尝试搭配各种不同的材料 最后发现客家麻糬 三星葱 培根最对味 我就想说 好啊 先把小山带回来 先做几个小山给它 它就不会在外面 再教小山了 来 别笑我人道理了 夫妻俩当年也没想到 娶了小山之后会得冠军 这咸咸甜甜的滋味 竟然让葱油饼好吃到有幸福感啦 今天台湾名物志看到三星香 全力打造它们的超级名物 三星葱 极力推广在地文化的王全龙执行长 坚持无农药有机栽培三星葱的 林东海班长 热爱三星的子弟张茂俊先生 还有让夫妻更甜蜜融洽的 幸福之味小山 三星人真的是全台湾最厉害的葱达人 三星葱和各种充满胜算的名物 名物志就都带回家咯 录唱和男同志